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想要表达的意见 它其实整个都是流动 有月月星辰的流动 有自然的变化 有岁月的流动 有很多高低起伏 其实它很抽象 那我觉得就让听歌的人自己在画面里面找到那个共鸣 比较重要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演唱会的过程 Cue见歌要走这么多位置 我超怕它翻脸 这首歌到这 这首歌到哪 这首歌要升 那首歌要转 这首歌要降 这首歌要走路 就是为了搭配这个舞台的画面 館内的演唱会来讲 第一次把整个一个流动的舞台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整个舞台都是旋转 升降 包括造型的变化 整个灯光的颜色铺在这个舞台上 让它是一种悬浮感 有艺术感 让大家看到的是所有的意境 希望大家也能可以欣赏到这个舞台的完美性 我们用了700多支电脑灯的灯具 包括染色灯 包括切割灯 包括一些光束灯 这个是要比以往的演出要数量要增加了很多 这场我们主要的是营造一个氛围的东西 所以说用染色灯 效果灯具的会多一些 所以光束感的东西会少一些 因为我们只是在让有一个氛围性的东西在里面 我们今年用了另外一个品牌的喇叭 这个喇叭呢 号称现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先进的喇叭了 今年音响比我们三年前的那个演出的扬声器多了两组 96颗喇叭 所以说今年整个的听音的那种效果要比三年前要升级了 整个拍摄系统包括摄影机 也是升级了全部全部的电影机系统 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对摄影师的要求 跟整个系统式的要求会更高 就是每一次剑歌的团队开始要求每个机器的画面 它都要单独录制下来 就是为了从各个方面去讨论说下一场在任何的细节上 能不能有哪怕有一点点提升 可能团队就会去做得更好一点 可能就是为了那一点点 就会不怕麻烦花更多时间 花更多的议算去做到观众感觉里的一点点 我现在说两句就得了 没什么也没有卸妆又画了 因为这刚演完初可能大家听嗓子有点哑 但是歌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很难兼得 为什么会卷武汉作为第一场 很多道理 我们的观众一下就很明了 因为武汉经历了很多 而且我们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场 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充满文化的地方 20年前来过武汉大学做过签售 那么也去过书店咖啡馆 既能烟火慢向 而且还能够有一种 武汉人本身的一种傲果在里面 这是一个很多样化的一个 有血有肉的不一样的一个城市 比如说像武汉这地方 一定要选《城市之光》 里面的歌词也很符合 你们那时候包括此时的行径 而且选了《在水一方》 武汉挨着长江 而且又有东湖 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大江大水大海的 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也选了一首《在水一方》 而且它这样一首很古典的东方美学 永远不会过时 因为不光武汉 接下来的成都南京上海 每一场都会根据当时的城市的特点 做稍微的调整 这既是有让观众能够有所期待耳目一新 也能够表达我们一个诚意吧 《在水一方》 非常观众包括唱给这个城市的一首歌曲 还有一个很比较巧合的地方 就是我在2020年的1月11日 结束了上一轮的 在上海的整个一轮 在上海作为一个终点 那么智慧主歌也是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那么三四年过去之后 又从武汉开始 又从这首歌开始 就如果这么讲 那能讲出各种深意 无限勉强的顺理成章 能讲很多很多对我来讲 但是我最开心就是武汉 这不是错觉 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武汉今天这场演出 比我上一轮要热烈的多乐点 我觉得是因为 彼此多了一些三年多的陪伴 还是中间经过的很多的事情 可能会更珍惜很多东西 让彼此更热切 更热烈 更急切地奔赴在 这样的一个相聚的夜晚 这两半有时 这对我来的 这不是一个客套话 也不是一句常说的一句话 这真是过得非常的快 而且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是 羡慕的时候 观众都不走 因为通常羡慕的时候 很多人就要走 要赶车 怕拥挤 但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没有走 都在好像 好像他们在笑我们羡慕 彼此羡慕 彼此行礼 好像似乎唱了一版 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近距离的眼神交流一下 是音乐之外的交流 或者在音乐的渲染之后的 云音未了的气氛中交流 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 而且乐队们乐手们 他们也都是流露出跟我相同的神情 也能够彼此感同身受 这样的一种情愫在全场蔓延 全场涌动 全场的汹涌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日子 总算做完第五场 赞高姐 这感觉太棒 美容 今天今天今天要很高 我们本地 两个字 享受 感谢 感觉无费的团队 这么棒的思绪盛宴 当然是算 不过见不过眼神 原本就好 美容手 特别好 特别好 手战成功 购赢 对 开心 没参加 不错 刘永一句俗话 秦远 丁翔刚刚结束 好戏还在后面 我们刚刚开始 期待 待续 没完 也希望 안会 在中间三 cosas respecto 不 کہ 那我们的存在 分手 音乐 责 刘永一 感谢观看